你腦袋有洞啊 黃真輝透過馬雲軍可以知道多少事情 國民黨現在對馬雲軍不講話 對於郭台銘個人所遭遇的事情 或鴻海所遭遇的事情都不敢講話 你憑什麼跟我們講說 你面對中國的時候不會彎腰 所以中國會不會希望郭台銘不要攪局 當然會啊 你說富士康在中國投資這麼久 為什麼早不查晚不查 現在就給他查 現在富士康在查稅了 反倒是賴清德第一個跳出來 幫郭台銘講話 幫富士康講話 賴清德跳出來說大家要支持富士康 因為台商在全世界各地做生意 不應該受到無理的政治干預 但是最大的厲害關係人郭台銘 到現在你看他左右為難 他真的難以表態 他如果說繼續說 他就是參選到底絕不退縮的話 他可能覺得對不起鴻海其他股東 但是如果說為了這件事情 他退選的話 哇 那中國真的是第一次成功的施壓到 我們台灣的總統候選人要退選 對任何國安寺院